特斯拉的第二代人型机器人来了 12月13日 马斯克在社交媒体X上发布了一段视频 展示了最新一代人型机器人Tesla Optimus General R 视频中 Optimus General R不仅在外观上更接近人类 甚至还秀了一段马斯克式的独特物资 这段视频展示了Optimus从概念到迈出蹒跚步伐 再到Optimus第一代 经过两年多进化 Optimus第二代的亮相再次让所有人为之惊叹 在马斯克的推文下 很多网友纷纷表示喜欢和期待 有人甚至迫不及待地问道 什么时候才能买到呢 从视频中可以看出 Optimus General R相较上一代有了显著的提升 首先 克斯拉重新设计的制动器和传感器 极大的增强了执行任务的效率和准确性 颈部采用了两个自由度驱动 使得头部能够更加自由地转动 同时 通过集成执行器 电子元件和线束 整体系统的稳定性也得到了显著的提升 从视频来看 Optimus General R的步伐更加平稳了 行走速度比上一代提升了30% 通过对角和腿部的特写镜头 我们可以看到 Optimus General R的脚部引入角力和扭矩感应 脚的形状和人类相似 使其走路方式更接近人类 Optimus General R的重量减轻了10千克 相比上一代更加轻盈 同时它还可以轻松完成90度的下蹲 展现了出色的肢体控制能力 Optimus General R还升级了全新的双手 这个手拥有11个自由度 动起来非常灵巧 所有手指都有触觉 可以处理精细的操作 能够灵巧地拿鸡蛋等易碎物品 看起来像是会做饭的样子 屏幕右侧实时显示了手指的压力 展示了其先进的技术 在视频的最后 还留有一个小彩蛋 可以看到两个特斯拉机器人 随着音乐的节拍和灯光 一起秀了一段马斯克舞 值得一提的是 特斯拉AI团队的Malang Kovak表示 视频中的一切都是真的 没有任何加速 同时也表示特斯拉机器人在硬件性能方面 取得了难以置信的改进 看起来 Optimus General R相较上一代有了显著的进步 我们似乎离拥有真正的人形机器人 又进了一步 最后 我们再来回顾一下Optimus的进化过程 两个多月前 特斯拉展示了Optimus端到端的神经网络控制能力 它不仅靠视觉就能给物体分类 还能单腿站立做瑜伽动作 让我们来看看吧 首先 让我们从机器人的视角出发 看到了机器人通过圆圈标记手和手腕的关节信息 这段视频 实际上实在向我们展示Optimus机器人的自我校准能力 通过特斯拉的视觉系统和关节位置编码器 机器人可以在空间中准确地定位自己的肢体位置 精确的校准能力使Optimus能够更好地学习各种任务 并且仅靠视觉和神经网络 Optimus就可以完全自主地将物体按颜色进行分类 接着 视频展示了Optimus机器人将蓝色和绿色的乐高积木进行分类的演示 将蓝色积木放入蓝色托盘 将绿色积木放入黄色托盘 我们看到Optimus机器人可以轻松地抓住每块积木 并以接近真人的速度对其进行分类 它还可以处理环境中的动态变化 当有人干扰并移动积木时 移动位置刚好是机器人要抓取的积木 我们看到机器人能够迅速适应这种变化 并继续完成任务 这些功能得益于Optimus机器人采用了端到端的神经网络训练 这种训练方法使机器人能够自主对物体进行分类 实现了视频输入和控制输出的高精度任务执行 这类似于特斯拉自动驾驶开发中的神经网络训练 处理所有输入信号 输出驾驶决策 而且其神经网络完全实现了本地化部署 也就是说在机器人自身的硬件上运行的 不需要依赖于外部的计算资源 这种神经网络的方式可以减少对外部环境的依赖 提高机器人的自主性和响应速度 另外Optimus还展示了自主的纠正能力 将一个侧翻的积木扶正使其正面朝上 在这里机器人的手指灵活性也展露无一 训练完后它还执行了一个任务 又将分类好的积木还原 视频的最后Optimus还演示一个瑜伽动作 经过了一整天的工作是时候伸展放松一下 并做个一个双手合十的动物 用一条腿平稳站立并抵消伸展肢体的重量 这也充分展示了机器人出色的平衡性和灵活性 它的研发团队资深工程师Julian Ebers在社交媒体表示 非常高兴分享团队在过去几个月中取得的进展 现在Optimus可以完成长期任务 比如完全以任务无关的方式自动对物体进行分类 只需要收集更多数据 则无需更改任何代码 就可以训练新的复杂任务 最初Optimus仅仅是一个通用机器人计划 在2021年特斯拉AI日上 马斯克发布了特斯拉的通用机器人计划 并用图片展示了人形机器人Tesla Bob的大致形态 当时的Tesla Bob只是个概念 随着时间推移 这个概念逐渐走向现实 一年后的2022年特斯拉AI日上 Tesla Bob逐渐发展演变成了真正的机器人Optimus 它从幕后走到台前 并向观众打了个招呼 那时的Optimus已经可以搬运箱子 给花浇水 在特斯拉超级工厂里工作 然而 这并不是Optimus的最终目标 它最终要成为拥有大脑的类人机器人 马斯克表示 当时设计出这个机器人只用了半年时间 未来还有很多值得期待的地方 事实也如此 2023年特斯拉股东大会上 Optimus的表现日益成熟 它的步态更加稳健 动作也更加熟练 它不仅可以独自行走 还可以与其他机器人一起行动 除了行走 Optimus还能够灵活地抓取和放下物体 在视频中 我们还可以看到 它们对机器人的动作和控制进行了改进 包括电击扭矩控制 环境发现与记忆 以及通过人类演示 进行机器人训练 通过电击扭矩控制 机器人的腿部动作更加轻盈 甚至能够轻柔地操作 而不弄碎鸡蛋 它们还赋予了机器人环境感知和记忆能力 使其能够观察和理解周围环境 并创建环境模型 另外通过人类演示训练 特斯拉的人形机器人 获得了与人类相似的物体抓取能力 现在Optimus正向着目标前进 拥有类人大脑的思维 也变得越来越清晰 下一次它将如何计划 我们拭目以待吧